所以潤髮乳它的原理是 它用什麼成分在裡面 它當然是 還是有一些蛋白質 氨基酸 在它的成分裡面 造成說 可是它暫時性的而已 它洗完了之後就沒了 因為它跟護髮乳是不一樣 待會兒我們可以再來談 是 在妳的這麼多採訪經驗裡頭 有沒有因為經常接觸到 一些化學的物質 導致頭髮不太嚴重 甚至落髮的這種情況 就是染造 現在小朋友很乖 就像之前 其實像我們之前節目 有些小朋友 他們很愛變色 變髮色 有一些變髮色怎麼變 它變兩層就算了 它一定要 因為有一些髮色 我想問髮型師最知道 你要變那個顏色的時候 頭髮一定要先把它染白 你才把那個顏色 它其實染了不止一次 你要把它漂白 再把色染進去 才可以吃進去 可是我碰到一個案子是說 當它把它染 就漂白的時候 它頭髮已經很厲害了 對 它在上去的時候 它雖然是染它藥的 譬如說紫色的 看下去可能是 看起來也是閃閃發亮 不過它在太陽底下 那是很傷的 有一些已經是頭髮造成傷害的 那個人 因為像頭髮分岔 其實像這樣子 分岔 感覺到它這毛鱗片 整個是這樣岔開的 沒錯 黃醫師 我畫這樣子沒錯 因為我的頭髮曾經我這樣觀察過 是長這個樣子 在臨床上有一個案例 就是它頭髮本來就長這個樣子 它又跑去做染髮動作 結果它大量的掉髮 這是造成 就是你已經造成傷害 你沒有修復它 結果你又再一次給它的傷害 反而它的根基已經本來就沒有了 它就已經開始晃動了 你一傷害給它它就掉了 而且它才是14歲的少女 對 對 好 對於染髮的部分 怎麼樣去選擇適合自己的染髮劑呢 應該是說我們通常 如果你是處在髮礦 非常糟糕的狀況下 我們是不會建議染髮的 因為比如說剛剛有漂過髮 它可能漂髮的次數 也會影響到頭髮的健康程度 比如說它可能 像現在很多年輕人 它是每一個月就來漂一次 就根部 它也許因為它 因為漂過頭髮的髮質其實大概 你經過大概三次以上的洗髮 顏色大概就會掉髮 它每個月漂的意思是什麼 每個月漂是因為它根部 黑頭髮又長出來了 所以它根部又要再持續的做漂髮 可是因為做漂髮 通常我們會只漂根部 可是髮尾難免會再碰到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可能是要做適當的深層護髮 搭配一起染髮的時候 才是會比較不傷髮質的狀況 那適不適合妳的頭髮 因為我們還是會看頭皮為主 對 怎麼選擇呢 因為我們通常 如果妳是頭皮敏感的狀態之下 我們會先幫妳做皮膚檢測 就是可能會在我們的後面 耳後 對 耳後先做皮膚檢測 大概如果三個小時過 30分鐘至一個小時過後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才會進行染髮 現在沙龍其實有很多就是 保養頭皮的一些 程序 對 就是比如說 我們有頭皮護理的 一些保養程序 就是會包含在我們整個 深層護髮的過程中 幫你就是依照每個人的狀況 幫你就是量身幫你做搭配這樣子 對 黃醫師 我記得我們之前好像有說過一集 是那個染頭髮之後造成那個 過敏很厲害的保護 那時候我們就有講到說 其實染季的選擇 可能人的因素是一點 但是重點是它是哪一種形式的染季 它是暫時的 扮永久的 還是是永久的那種 像沙龍的那種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永久型的染季 那不管你怎麼選擇 或許品牌的比較高級一些 它可能安全性比較高一些 但是永久性的染季 它第一劑的那個剪劑下去 其實就是一個很強的那個破壞 它就是把你那個顏色 就是已經把它 漂出來嘛 然後把毛鱗片打動這樣子 所以這是第一點 那 如果說你真的要選擇安全一點的話 它其實反而是應該是 去用一些比較暫時性的那個染季 可能會比較安全 是 好 那這個 有一種染法叫什麼護髮染 對 護髮染 是比較可以保護豆髮嗎 還是它只是一個名詞噱頭 染料 是不是染 我常講是不是染料 加上護髮素在裡面 因為它會一邊洗 你每一次洗頭 它都掉一次顏色 因為有一次我淋雨的時候 我還穿白襯衫 然後染成褐色 整個領子就全部變成褐色的點點 好嗎 我以為我穿的是斑馬裝 會出來的 對 那那個可能 我在想是不是那個原理 護髮染的原理是什麼 對 護髮染它其實就是 覆蓋在我們毛眼片表層 然後可能也許透過 因為每一家產品是不一樣的 那透過可能我們加熱 讓它可以吸附在頭髮毛眼片表層 或是有些會進入到 就是皮質層的部分 它每一種產品的護髮的流程 然後使用方式都不太一樣 那就像你說的 它就是每一次洗髮 它每次毛眼片張開 顏色就會流失一點… 那對髮質的破壞來說 當然是比永久性來說 是比較低的 對 通常我們會建議 比如說 我們做永久性固定的染髮的時候 它過一個月或兩個月 顏色掉了之後 可以做護髮染來做補色 就不用持續一直染 化血染 對 頭髮分岔的第二個原因是 梳理頭髮的次數太多 太多也會喔 梳髮的次數 是如果以頭髮不打結的狀況之下 或是不凌亂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會建議就是 其實沒有必要一直去梳頭髮的 對 因為過多的梳髮會造成毛眼片 因為梳子也是會摩擦毛眼片 頭髮的表層 它過多的梳髮也會造成毛眼片的磨損 對 那非洲人 那黑人難怪都一直出不了 它就一直不開… 其實它們那種這麼捲 也不用梳頭髮 對 也不用梳 手抓一抓就好了 柳醫師妳今天帶來很多 不同種的梳子 是 其實梳頭髮對我們促進 循環也是有幫助的 的確 在古人跟我們現在一起的研究 梳頭髮的確對我們腦部循環 也有比較好 譬如說各位上班也比較 頭昏腦脹 體質偏痠 容易覺得自己的記憶力不太好 其實我們梳出頭髮 暗暗頭皮 身上對我們的腦部循環都很好 我們髮根營養要缺 不能有缺血缺氧的問題 我簡單一點要介紹一下 基本上妳的頭髮腳比較捲的話 就是說 一般來說我們盡量鼓勵用寬梳 就是比較它的密度不會那麼密 因為我們頭髮腳密度一密 我今天也帶了一個叫密梳 比較密的 看這個詞狀就知道了 相對而言寬梳比較適合捲髮的 或是說妳髮比較不好整理的 比較順 我們叫順勢而為 我們中醫講調就是順應天理 天理 天人合一 就是順勢而為 基本上就是一個順的方向 這種密梳比較偏向於指法 所以寬梳我也帶了幾樣 像家裡面常用就是大概這一些 排骨梳 排骨 像排骨一樣 這都適合捲髮的 捲髮的來指用 這叫做排骨梳 各位女孩子都有 強調重點就是它的密度不要太密 對髮質不會那麼的刺激 還有兩種的也適合這種捲髮來用的 就是叫做圓梳 它叫做中毛梳 就是圓筒狀的 還有這種 它的毛狀 它就是毛狀的 王醫師可以摸它就是毛 中毛 就是動物毛的 這個比較不會起靜電反應 因為有時候你起靜電 對 你起靜電反應 頭髮就會容易分岔 容易斷裂 所以盡量不要起 不要有那種起靜電反應的 所以你還是要問 問我們的 看它後面有沒有說明 標示說這是不會起靜電的 所以我們大概一般人 頭髮有幾根 一般來說 10萬根 10到15萬根 一個月長1到2公分 那一天掉100根是正常的 不洗頭髮的那天掉差不多 洗頭髮的話可以掉 洗頭髮的話可以掉